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彩绘新天地》 小莫天生患有关节炎,所以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父母去世后,只能寄宿在姨妈家里 他在这儿受尽嫌弃,所以他很想离开这里 他的哥哥查尔斯为了还债,把家里房子卖了 这下小莫真的没地方去了 小莫打算出去工作,赚钱,却遭到了姨妈的嘲笑 说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没有人会雇佣他的 小莫伤心的去超市买东西 正好碰见在招女佣的费雷德 于是小莫私下招聘广告,去了费雷德的家里应聘 看到腿脚不利索的小莫,费雷德根本不想雇佣他 可是小莫不愿放弃,费雷德以打鱼为生 平时还会到福利院去做义工 他的脾气非常粗暴,不容易相处 但内心还是很善良的 费雷德把小莫应聘的事告诉了福利院的院长 院长劝他让小莫试试看 于是费雷德正式雇佣了小莫 从未干过活的小莫一开始就被费雷德骂得很惨 当天就让他走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费雷德听到声响 看到正在打扫的小莫就默许他留下来 因为房子空间很小,只有阁楼里一张床可以睡觉 所以小莫只能和费雷德挤在一张床上 不得不说费雷德还算是个君子 竟然没有趁机对小莫占便宜 就这样,小莫在这里待了有两个月 一天费雷德的朋友在这里帮忙 朋友对于小莫睡哪里感到有兴趣 因为房子的空间很小 小莫却说空间很大,很舒适 爱面子的费雷德一巴掌打在了小莫脸上 小莫回到屋里非常伤心 于是拿起油漆,在墙上作画 还跟费雷德要了工钱,准备离开 小莫并没有走,继续在墙上作画 这时金发女来到这里买鱼 看到了小莫的话,觉得很不错 回到家的费雷德看到没有离开的小莫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她看到墙上的话并没有阻止她 晚上睡觉的时候,费雷德终于欲望滋生 小莫告诉她要跟她结婚才可以 还说自己生过一个畸形的女儿 被姨妈害死了 此时费雷德也没有脸继续下去 从那以后,小莫开始跟着费雷德出去送鱼 小莫在统计卖于数量的卡片的背面上画了一幅画 当她把卡片交给金发女时 金发女觉得非常有艺术感 于是花了十分钱买下了这张卡片 这大大的鼓励了小莫 之后小莫画了很多卡片 不久后金发女再次登门 想要买下一幅尺寸更大的作品 费雷德把小莫在木板上画的画卖给了金发女 金发女还出五块钱 想让小莫专门画一幅画 之后的日子 费雷德的感情和小莫日渐情深 终于在某一天 两人在福利院众人的祝福下结婚 一天小莫的画作被呈现在画展上 还因此上了报纸 小莫的哥哥见有利可图 想要当小莫的经纪人 小莫果断地拒绝了他 用一幅画打发走了 之后小莫对费雷德说 副总统寄信想要他的一幅画 小莫还说 就算副总统也得掏钱买 之后很多媒体采访小莫 小莫跟丈夫费雷德上了电视 成了名人 被姨妈看到 姨妈为小莫感到骄傲 她在医院门口碰到了费雷德 说费雷德配不上小莫 还让费雷德转告小莫来见他一面 见到小莫 姨妈告诉了他一个真相 他的女儿不是畸形 也没死 而是被他的哥哥卖了 听到这里 小莫非常伤心 在路上碰到了来接他的费雷德 两人吵了起来 费雷德在成功的小莫面前感到自卑 还说了很多违心的话 希望小莫能找到一个能够照顾他的人 小莫因为女儿的事情很悲伤 听到费雷德的话非常生气 于是下车走了 她去了金发女家里 金发女留小莫住了一晚 晚上小莫跟费雷德都非常思念对方 第二天早上 费雷德就来到金发女家里 把小莫接了回去 还带她去看了已经长大的女儿 小莫虽然难过 但看到自己的女儿过得很好 也就放心了 冬天到了 小莫关节炎更加严重了 她开始浑身没有力气 走路会跌倒 就连手都没有握笔的力气了 费雷德知道小莫快步行了 但小莫却总说没事 直到有一天 小莫终于倒下了 费雷德把她送去医院 小莫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回到家的费雷德 看着墙壁上的画作 寒是悲伤 直到看到小莫珍藏的那一张招聘骑士 眼眶瞬间红了 她走出房门四处张望着 似乎想要找到熟悉的身影 之后默默的戴上了帽子 将小莫的画板拿进了屋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 一直等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